2004年亚洲杯对我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一届亚洲杯 那么2002年我从国家队被淘汰出去了 但是我却并没有放弃 也没有对我影响很大 我觉得亚洲杯对我来讲 2004年是我重新证明了 完全走出地骨的一届亚洲杯 2004年在中国举行的第13届亚洲杯足球赛 相信还令很多人记忆犹新 因为在那届亚洲杯上 中国男足距离他们梦想的最高荣誉是那么接近 虽然没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亚洲杯 亚军的成绩 也已经是中国队参加亚洲杯以来的最好成绩了 在那届杯赛上 日本队的实力不容置疑 出色的脚法和流畅的配合比中国队高出了一大截 所以比赛开始没多久 中国队便先是一球 虽然比分上落后 但是拥有逐场优势的中国队在场面上并不落下风 仅仅过了五分钟 中国队便扳平了比分 当时是严肃在编的突破 那么我在寻找机会 摆脱了对手在禁区的附近 那么严肃的第一场 用左脚打那个地面去 李明在上半时比赛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 为中国队将比分翻评 当比分重新回到平局的时候 所有人都相信 中国队已经无限接近那座象征亚洲足球最高荣誉的奖杯了 然而 事情并没有像着人们期待的那样发展下去 下半时比赛 第25分钟 日本队利用一次缴球机会再次攻破中国队大门 这个时候 不论是队员还是球迷 依然对赢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 但是随着日本队员玉田归司在捕食阶段的入球 所有人不得不接受亚洲被冠军梦破灭的现实 我觉得虽然很沮丧 但是我们 我认为还是我们非常努力的 所以说我觉得男人不应该轻易调研 对我来讲 无论比赛胜负都不会轻易调研的 所以说我觉得只是心里非常难过 觉得非常遗憾 如今已经由球员转变成助理教练的李明 即将第五次踏上他的亚洲杯之旅 虽然他这次已经无法在赛场上再次征战 但是他依然希望他的队员们能为他弥补着深深的遗憾 在这场比赛之前 中国队已经十年没有战胜过伊朗队了 所以从比赛一开始 所有队员都对胜利充满了渴望 开场仅仅三分钟 少加一的一脚射门险些攻破对方球门 可惜皮球稍稍高出了衡量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双方互有攻守 但是都难以形成有效的进攻 当比赛进行到第十八分钟时 中国队的进攻终于收到效果 当时我记得是一个反击嘛 一个反击 大宇把球传给海东 海东的一个突破 海东的能力就是 他就个人突破 然后回敲我当时的一个插上 少加一的完美进球 为中国队创造了1比0的领先优势 可是这样的优势并没能保持住 就在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 伊朗队把比分扳平 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下半场比赛开始后没多久 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了 面对如此重要的比赛 一次不冷静让伊朗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伊朗球员扎磊在禁区内报复兴武推倒了 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中国队的射门 直到加时赛结束 比分依然定格在一比一平 对于以往在点球大战中几乎没有获胜过的中国队来说 这次点球大战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随着刘云飞铺出伊朗队第五名罚球队员的射门 中国队时隔十年之后再次赢得了对伊朗队的胜利 对伊朗队的射门